到目前為止都沒有辦法看到衛福部 對於疫苗合約價格 所有公開透明的表現 6億元左右的價差 到底流向何方 陳時中部長 他在3月8號回答我們肺委員 在院會的質詢的時候 他就說了高端的疫苗價格 我們按照陳時中部長 他所說的高端疫苗每季的價格 與高端年報的價格計算起來 我們看到總共都差了6億多 所以我想要請問陳時中部長 因為過去你3月8號在立法院質詢的時候 你說高端的價格是871元到881元之間 但是我們根據 這是他 這是我們從立法院的公報裡面 截取出來的記錄 可是我們根據了高端的年報 這是經過會計師查核的年報 我們可以看到 他近兩年的銷售 109年度新冠肺炎疫苗的數值是零 他在110年度 他的銷售金額是32億7516萬6千元 他總共銷售的新冠肺炎疫苗的量是444萬8千318劑 平均我們算出來的價格是 每劑是736.27元 昨天我們也看到了高端公司 他發出聲明 他說 新冠肺炎的疫苗累計銷售金額是36.2億元 一共賣給指揮中心是480萬劑 所以他每一劑是754元 可是我們也想要知道的是 因為你總共的一定就是這兩個年度嘛 110年跟111年 如果你110年的年報 是準確的 是經過會計師查核的 那代表了你111年度 每一劑 我們指揮中心跟你購買的金額 我們換算出來是980.52元 為什麼 111年 疫苗價格比110年還要高 為什麼每年越買越貴 尤其是陳時中部長 今年6月9日在院會回答蔣萬安委員質詢時候 他承認國產疫苗有不被國際認證的風險 所以我們今天具體的利用了 陳時中部長在院會回答 被委員 他說明每一劑 高端疫苗的價格 是871到881元之間 我們換算出來 如果根據高端110年度的 年報 那這樣子 他的差價是6.45億元 如果根據高端昨天的聲明 我們計算出來 這480萬劑 的價差是6.09億元 我們想要請問的 我們想要請問的陳時中部長 我們今天不是反對 疫苗國產化的政策 而是 我們代表了 是所有中華民國的國民 我們是中華民國人民選出來的立法委員 我們有責任為人民的納稅權做把關 我們認為 疫苗的審查 以及疫苗的價格 應該要公開透明 我們到目前為止都沒有辦法看到 衛福部 對於疫苗合約價格 所有公開透明的表現 唯有 陳時中部長在願會回答 疫苗價格的 這樣子的一個 回答 才能 間接的 了解 疫苗價格可能是在 871元 跟881元之間 我相信 這都是所有民眾最急切 想要知道的 到底 這6億元左右的 價差 到底流向何方 我認為 陳時中 部長 應該要 出來 對人民說明清楚 我們知道 高端的疫苗 這個EUA是強行過關的 當時 EUA 通過是有條件 16個通過的 委員有15個說 你一年以內要提出有效性 如果打一個疫苗是沒有效的 那你跟打 打葡萄糖水 打鹽水 打鹽水有什麼不一樣 因此會演發出來 現在打了3G的 高端的人 你出國你要去做PC啊 這3500塊 誰該出 這衛福部該出 衛福部個人喔 還不能用公帑啊 還是你高端該出 同時我再打 還要另外打 其他的3G 這個政治責任 誰該付 希望衛福部 希望高端 不要再裝睡 我們黨團 有三項要求 第一點 請陳時中出來講清楚 說明白 購買高端 價差 因為每一種算法 不一樣 有5到7億 這到底的佣金 他到底是佣金 還是競選經費 誰拿走了 5到7億的 價差 誰拿走了 是競選經費 還是佣金 請陳時中出來講清楚 說明白 這第一點 第二點 假設講不清楚 受不明白 我們黨團 為勘緊人們的荷包 會依法提出告訴 第三點 都很清楚 高端疫苗的效益報告 到現在提不出來 底線就是 10月底 必須提出來 我們黨團 會追蹤這件事情 假設 到時候 10月底提出來的報告是 效益不佳 甚至 沒有效益 沒有保護人民 健康的效益 我們黨團 要主張 除了撤銷 EVA之外 必須向高端求償 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呢 還有細菌在打架的時候呢 會變成什麼 變成水 沒有殘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個百字千次 其實也不會傷到你的皮膚 那家裡有小孩的孕婦的 都可以很適用 哪裡買得到水神生成機 請上快點GO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就會有折扣喔 不可能